因为20多天 一直也看不到 他妈妈也被提醒了他 都没有看到他 出来之后一出来就没看到吗 出来就是他妈妈见了一眼 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妈妈看到眼睛你们都没看到 所以你都是第一次看到他 画面中抱着孩子的这位男士 是湖北省黄石市的一名市民 他怀中抱着的 就是他刚刚出生不到一月的女儿 自女儿出生以来 这是他第一眼见到自己的孩子 近日在湖北省黄石市 妇幼保健医院中 这名已住院25天 早产两个多月的宝宝 已达到了出院的办理条件 可孩子的父母却迟迟不见踪迹 小孩生下来后早产 早产以后就说 小孩就是要到新厂去住院了 但是到人生完以后 他到人出院了 小孩孩子就被治疗了 原来孩子的母亲因疑似感染新冠肺炎 被隔离观察 孩子的父亲刚解除隔离观察期 却因封村封路 无法到医院来办理手续 得知情况后 黄石市消防救援支队大野大队 立即组织一辆车和两名消防指战员 前往医院进行护送转运 由于道路封闭 消防指战员紧急联系男子所在地 疫情防控指挥部 为其办理了相关出入证明 同时驱车将男子接至妇幼保健医院 为孩子办理了出院手续 随后将妇女二人连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顺利送回家中 一场消防救援队的爱心护送 促成疫情之下一家人的重逢 也让这个出生不到一月的孩子 顺利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